我们更进一步了解 其实真望是不二的 佛陀刚开始是把真跟望做一个很详细的分别 真实的心性是不生灭的 虚妄的相状是生灭变化的 但是佛陀到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 生灭中有不生灭 不生灭中也有生灭 相众有性 性中有相 波浪当中是有大海的 大海当中也有波浪 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我们的目标是要趋向于现前一面心性 但是你要怎么回家呢 你还是要用你现在的这个身心世界 如果说我这个身心世界是假的 是暂时的 那我就把这个身心世界自杀 我不要我这个身心世界 那你也没办法回家了 你就是要借假修真 你这个身心世界是生灭的 但是你从这个地方关进去 就能够找到不生灭的家 你当初从真如本性流转出来 一念妄动变成这个身心世界 你回家还要寻着这个身心世界回到你的家去 你看看后面的经文讲到25元通 25元通其实就是前面的五音 六入 十二处 十八界 特别讲到六根 你还得从生灭的六根门头去误入不生灭的本性 所以 我们常说借假修真 你要假借生灭的因缘来成就智慧 你为什么会有智慧 你要听音声 你说 哎 音声是生灭的 音声是生灭的 但是他所诠释的道理是不生灭 你还得要假借你的身心世界去拜佛 去修福报 所以你必须假借你的生灭的因缘来积功累德 来成就你的不生灭的清净的功德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三卷经文得到的第二个思想 就是真忘不二的道理 那你把这两的思想掌握住了 前面的三卷的经文你大概就知道了 第一个 相忘性真 第二个 真忘不二 这个是整个前面三卷的思想 也是整个愣言经修止观的最重要的观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